来,我们来观战一把安逸的黄衣之主啊 小兄弟,你很久没打了还怎么的啊 最近,不行啊,这S2稳不住啊 大副,对吧 之前说,除了买老师,没有人能打得过我的黄衣 最近看下来,对吧,能打得过你的黄衣好多 阵容上面的话,大副舞女拉拉队员加病患 这个阵容其实,黄衣只有前妻抓人 没那么快,就他没有一个特别舒服的一个突破点嘛 就这几个人其实是见谁抓谁的 抓病患嘛 病患,双弹病患,手里三个勾 还有拉拉队员帮忙刷新技能 触手封珠,待会儿这边可以交勾走啊 一勾,走,要放狗了 这没办法了,这个也不可能再换人了 触手压住,一拍没拍到 病患再交一勾,这边的话手里面下一勾 好像要吃刀了,没打到 放狗,完了 出大事情 这个窗口 裂开了 这病患牵制的也很好 讲到你这种分段的对抗呢 前期求生者打出这样的优势 唯一的问题就出在待会儿 拉拉队员,比如说 都好像没有第二波救人了吧 有第二波救人吗 大副一波就有第二波 我大不了不要拉拉队员来救嘛 就第二波,比如说拉拉队员过来救人 然后对吧 出现一个没人,人没救起来吃了两刀 然后密码机一亮,拉拉队员 这边没有大心脏 这种局才有可能翻的 要不然应该是稳稳的四人开门战 四人开门战 翻走还有加速再绕回去 再翻板子再搂一圈 好家伙 这病患也确实遛的好 他的一个走位很舒服 我们从上帝下来看 就他的走位让黄衣之主这边没有什么机会 而且呢,他的一个走位让这边的这个触手也拍不到他 哎,我往前面翻窗 哎,再来一个触手 啊,躲 不掉 够了呀 够了呀 这边甚至大副带着一个护币走来了 给个道具 就在你脸上 甚至这边大副帮黄衣之主选好了椅子 这护币就放在椅子下面 摇个怀表再拖一轮时间 我们看看有没有第二波的一个机会 因为武女这台机子呢刚开始修 好像是有第二轮救人的可能性的 呃,这里 要么大副死命帮帮扛 就死保这个病患其实也可以的 出手一拍,人救下来,打一刀 打中的是大副,这边病患回头把那个道具捡了 管不管 不管大副,不管大副这边找病患 病患手里面一个护币,这个护币交还是不交 没机会交,没机会交的话 快来我需要帮助 这个时候要注意啊 就一定不是拉拉队员去救人了 拉拉队员过去救人 风险无限高 不对,他的风险 的那个 叫什么,值最高 真要你去救啊 你去救,你没打心脏啊 哎,这,这,这,不会吧 放狗 那得等大副交自己一起救了 快来,我需要帮助 这波拉拉队员来救人 大哥,你没打心脏 没打心脏 哎,真不会,我,我难道是预言家吗 我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啊 哎呦,还好救下来 这恶波没救下来,人没了 他大副赶不过来 哎,这一个挂飞,一个击倒以后 没有大心脏 啊,蓄力刀,一刀 交飞轮 那边的话,武女应该是在点门啦 因为黄迪柱这边是技能交掉的 他过不去 呃,追大副的话 大副还有怀表 应该是多抓了 应该是多抓了 哇,这正好波真的 看得有多少兄弟跟我一样 看得有点紧张起来了 我手都捏紧了 我这波救人真的太吓人了 让武女去救 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武女就 他有大心脏 他吃两刀把人救下来 其实并换手里面有一个护币 够用了 够用了 主要在大副倒的远 他交自弃以后再赶过来 其实时间上面来讲 我们刚上帝小孩看是不够的 是不够的